我觉得现在你要明白你在画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 你有一点 就是 整体来说就不知道自己要画成什么样 我觉得你有一个 这个问题 那你这个构图的话 你要画半 镜头前的话 其实 我们说呢 有这个必要吗 就是怎么说呢 镜头前那你只需要 把它放到镜头前就行了 大小分一下 甚至可以压按 然后有一个滤镜就行了 搞一个模糊 根据你的想要的这种距离就调就行了 就是你越画越不明白这个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 因为 从你这个图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 就是确实是有一点 有点乱 像你这个头就是 完全是一种 简笔画的画法 然后身体呢 这里又有这种 阴影什么的 这些又有明暗 所以就很不搭 所以就很不搭 那个这个 衣服是不是因为你有3D的 就3D的那个叫什么 3D的模型打底 所以你按照3D 你打光就打 做成这样 是不是有这种因素 没有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头 一点明暗关系没有 反倒是身上明暗关系 会有明暗关系呢 是是是怎么造成 这种效果的 就你有没有说 就你有没有说 有一个 你想要画成什么样 你有没有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你有没有一个目标 这个很搭的头 这个所以说 我现在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画你的图的目标 就是你这个图 你要画成什么样的 要需要去明确 就是你现在没有一个目标 就是你现在没有一个目标 这现在是你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 就是你这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把它画成什么样子 你要搞清楚 涂来涂去是什么意思 没有一个 就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你现在是一个一个你的问题 所以才造成了你的这些头啊 身体啊 这些 你没有一个章法 灌篮高手不是12头身吧 灌篮高手是正常头身 你说的那是足球小将 嗯不是头藏不藏起来的问题 就是就呃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的 就是你现在要画成什么样 你需要有一个目标 你有了目标 你才能去达成它 对不对 就好像我跟 我跟别别人 我跟别人聊的时候 他们能能够画一个风格了 现在我告诉他啊 你要有一个视觉中心 对不对 你需要有一个视觉中心 是不是 你要你要让大家看到你这个视觉中心 是不是 你画这个图的目标 是为了让大家看你这个视觉中心 对不对 就是你现在一定要明确就是你画这个图是干嘛 因为我现在从你看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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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和这个头的画法就属于那种有点像广告就是那种剪笔画广告 就说我不能说你画的不好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专注于画这种这种广告内的这种插画这种画法也不是不行对不对 就是没有说没有说任何一个人规定你一定要画成这种有点偏写实的也没有一个人说你要画成这种一定要画成二次元的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在画什么你要知道你自己画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从哪个方向去去去去去去改 我觉得你那你至少要有一个主就是主风格 主画风格 主画风有一个次要画风对不对 就好比现在有一个法师他是主修火的对不对 他是火法那他的复复系是冰法对不对 那就主火复冰要么你就主兵复火对不对 对不对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活法然后活法里面又是冰法就是完全是冲突的就是这个这个问题所以说你这个图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改了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改就相当于是我在画图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按照投股出来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我觉得你学了什么就就去画什么二次元也是按照投股来的 你看如果一个正常的投股 是吧 那他是符合一个这种规则的 大比方这是你学习的一个投股 对不对 那你至少要按照你这个投股来画对不对 比方说你现在画这个人那你是不是要根据他这个这个你的这个投股来画 你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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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投股说 那是不是要这样画 那眼睛 是不是要按照这个投股来画 那是不是要按照这个投股来画 二次元的头骨是 二次元他也是根据头骨来的 就是只不过二次元的头骨 是这样的 只不过二次元的头骨他不是正常人的头骨 他头骨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不是 就是你不能这样去理解 这样他是不可爱 但是正常头骨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这里 这个地方是一个眼睛 眼睛放的位置 对不对 那鼻子是这个位置 嘴在这个位置 他代表的是这些东西 那你学好之后 你只需要把 比如说眼睛大一点 是不是 不是 那这个 这个 铜锯宽一点 鼻子小一点 他无非就是这些区别 就始终 二次元他还是依照写实的来 来做的 他不可能脱离写实 比如说正常下巴是很 正常下巴可能有这么宽 对吧 那二次元他是没有那么宽下巴 对不对 你这样一变不就行了吗 然后 然后 美股这里 他二次元不会搞这么 这么 这么 那个 怎么说呢 这么骨感的美股 那 那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基础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你要去理解它 而不是去套用它 就新手可能都喜欢去套用 不喜欢去 不喜欢去理解 其实学习任何基础 都是需要去理解 这个 这个地方 对 就是 你现在就是要 就是要明确 你要画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你明确 你自己要画成什么样子 然后 你自然就按照那个东西 你才知道怎么改 是吧 你是再画写实一点 或者是再画可爱一点 都都可以了 在这个基础上 他无非就是这些东西的比例 对不对 他无非就是这些比例问题嘛 对啊 就是所以说 你现在就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 你要画成什么样 然后你知道你要画成什么样之后 然后按照那个目标 再去努力一下 然后稍微再 再仔细一点 我就提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这边这个腿他怎么可能撇到这个程度 就是理论上应该撇不到这个程度 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这边这个脚在前面 然后这边这个这边这个脚在后面 这样会会是一个人类能做得出来的动作 你这个这个这个脚这里就不是一个人类能做出来的动作 就是如果是硬要挑一个毛病的话 就是这些就这个这个毛病是最最离谱的 大概这样 然后就是 就如果你要写写实 我就老生常谈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个没有人比没有东西比正方体更容易理解了 这已经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你画一张画 对不对 你要先知道受光哪里来 这个这个太阳这个光是从后面打在后面 还是打在前面 还是打在斜上方 你这个需要有一个概念 然后呢 你才能统一你的这些光线 你才知道啊 那如果你像你这个光线 那我可以理解成它从后面打过来的光 对不对 如果从后面打过来的光的话 那这个花 那必然就把这里挡住了 对不对 那这里怎么还会有一个光呢 一定要去去去想 那这既然 这里都挡住了 那这里肯定也挡住了 那这里就不可能有光了 对不对 你这个这个高光 这属于高光了吧 高光都在下面怎么可能有呢 因为你看 如果你是一个圆 这种情况 那光打从这边打过来 那暗部都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光呢 那光亮都打在那一边 这里有一点都 都其实都没有必要 对不对 那这边就更加不可能有这些东西了 那 推理到腿也是一样的 就这边腿可能 可能背后还有一点光 但是这边是绝不可能是这样 懂啊 就是 所以第一步就是 你先要搞清楚 你想化成什么样 你搞清楚自己想化成什么样之后 然后再根据你的目标 你看一下 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对不对 比方说我觉得 你现在抓比例抓的还可以 但是呢 这些比例虽然抓的还可以 但是这种 光啊 光线的这种 呃 就是说 这怎么说呢 光线的这种二分啊什么的 就有一点搞不明白 那你可能是不是就要去 呃 去呃学一下这个这个立方体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化 他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球体 光打过来球体 是这样的一个受光形式 立方体这样打光打过来立方体是这样的一个受光形式 对不对 对不对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逻辑问题 呃肯定就 肯定就 肯定就 你搞清楚这些逻辑问题那你就不会容易翻车啊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呃怎么说呢 什么东西什么事情 我现在就要去 去pinterest pinterest pinterest 上面 我要去搜花 然后找一树你喜欢的花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试图放在这里 作为你的参考 那这个连一群 这个人体的知识 你画得不好 那你现在要去Pinterest上找一个 你这个能够画的知识 或者说你喜欢的知识 把它画下来 对不对 你按照你的参考图 一点点的把它画下来 然后一点点的拼 直到把这个 你这个图把它拼出来 对不对 就是说现在 怎么说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要画成什么样的话 我帮你改成什么样 那都是我的能力 你懂这意思吧 就是说我帮你画 就相当于我帮你画而已 就是说 不是说我解说完之后 你就能懂的 就我为什么要这样画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 就我长期的经验 或者是我的能力 或者我的习惯 告诉我的应该这样画 那样画 就不是你想 你如果是没有一个思考的话 就会 怎么说呢 就据实我改了 你也得不到很大的收益 就比方说这个膝盖吧 就是 是胖子还是瘦子 它这里都是 有蛮多区别的 然后这臀 有些翘还是无翘 这个手是怎么穿插的 对就是 你先想一下 就是说 就是如果是要画二次元 就现在的二次元的话 就是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 纯靠 就像很多漫画 那些 漫画 女性漫画家 他其实就是 纯靠自己的练习 就是画线稿的那种练习 像 Claim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还有很多这种漫画家 就是画线稿 但是 很多漫画家 你 你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很多漫画家上色 其实是上得很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这种立体意识 他一直都在画线稿 一直在画线稿 他可能画线稿的时候 比方说 这个 这个立方体 你 现在画这个 画成这样 你觉得没有问题 但一旦你上了色 就是你的图形 你的大脑的图形能力 开始丰满 就是 慢慢的见效以后 那他就会变得超级怪 对不对 相对于一个正常的立方体来说 那这个立方体是不是超级怪 你上了色以后 你可能就很明确的就可以感知到 这个问题 如果是 你是光是线稿的时候 你就没有 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要明确 如果是 就是大家现在后图的二次元的话 那你肯定是需要去 学一些基本的素描啊 这些光影啊 方块啊 这些东西 去了解一下 也不一定要花钱 就是网上 反正 这种基础教权也很多的 继续了解一下 就是基础的光影 应该是什么样啊 构造什么样啊 然后就是抓型 就是 什么样能 能依据 你有 你能找到你的参考 然后你能不能把你的参考 就是画出来 是吧 就是 你看如果是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你看如果是手是有一个朝向吧 那你应该理解成 这里是一个这样的圆柱体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半 有一个半球 对 然后这样圆过去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考的话 那你的 那你这里就不会化成这样了 对不对 那你这很多 就 自然而然的就是会 你的这个边缘 你会自然而然的 就会化成这样 这种 这种意识问题 就是说 然后你这个高脚杯 你这个拿着 那 可能 可能 可能就是不是这样 可能如果拿着的话 那可能是要这样 对不对 你可能要这样 你才比较符合 符合这个逻辑 或者是说 这个动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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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可能 就真的有时候不是步骤问题 这是一个意识问题 就是说 刚好像很多人画那些 那些彩迁啊 有很多人肉打印机 那他也不是按照正常的打形啊 戏画的逻辑来 他就一点点画嘛 对不对 对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 对自己 因为现在还不是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你达不到随心所欲的时候 你肯定就是需要 有一些错误的参照 就一点一点的去优化你的这个图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直接错误的参照 就是一个错误的参照的话 你直接画肯定就画得不好 对不错误的参照